大家好,我是潘大帅 欢迎来个本集大观战来观战一把军工厂 487的勘探员 这张地图好像只要他们在这张地图 他就会选勘探员 小果冻这把也是打了一个前锋 把勘探员让出来了 也就是说将来打比赛 可能还是487来操刀勘探员 小果冻的话单纯只是玩一手吧 我觉得 这张地图是他们勘探员的一个主力地图 所以说在有的练的时候 可能还是让487来拿 当然这有的猜想 不一定不一定对 这把的话前锋带的是个飞轮 待会救人后还撞救 教授这边是大龙 带了一个薄命 单薄命 帮帮其实单薄命够了 因为前锋撞救 然后帮帮这边单薄命 487看待员磁铁蓄出来 一块磁铁一个飞轮 帮帮就被带闪现的 等 一刀飞轮扭掉 一个加速拉开 好的很漂亮 这一波这个飞轮 相当于是既躲掉了炸弹 又躲掉了刀 然后一个加速拉开 这边平地刀打中 没有摇控雷的话 后续炸弹 得看帮帮连的怎么样了 磁铁一丢 要不要卡一下位置 往前走的话 前面有一个鳞片可以剪 但现在关键不是说是扛实力的 更多的是看炸弹 能不能躲得掉 487 这边一个翻板加速是好的 但是好像没有地方可以让他有这个板子加速用 倒死角了 准备倒死角了 扭 可以 整个牵制时间的话 已经是一个球者保平真正的一个牵制时间了 前锋这边的话 直接选择撞救就可以 看帮帮会不会防一手吧 我觉得要防的 这个如果说让这边前锋撞救了帮帮 他的上限最多最多是个平址 防一手 对对对对对 很对 两颗 前锋来 拿球了 断 直接捞吗 直接捞这边是 没有 活命的 再回身过来 捕撞 确保勘探员有一定的身位能拉开 但是帮帮这边是带闪现的 低炸弹封 看 镜头给到勘探 这里面对一个有闪现的帮帮 该怎么玩 弹开 新的磁地没有好 应该是倒了 应该是倒了 飞轮子这边还差一点 帮帮 变刀 跟双刀 前锋这边的话机子补掉 小女孩这边机子能修掉 教授这边去救人 也就现在还差大龙这边的遗产机 前锋去补大龙这边 只要能够套上薄命 依然是一个私人开门战 还是前期的一个牵制优势打出来了 小女孩这边的话 待会儿要不要飞 我觉得看情况吧 这里出来蓝大龙 大龙这边是没有飞轮的 但他可以通过他的自身特征 多考虑炸 多考虑炸 大龙这边走 有点好 这边放狗 漂亮 这手放狗我觉得很可以 这手放狗他不一定走得到这椅子边 兄弟听说你没有拨命 666666 这个放狗 这些图皇真的是在面对这种烈士的时候的一个应对 真做得很好 小女孩这边应该直接天文了 小女孩这边应该直接天文了 密码机能点亮 大龙这边的话面对一个没有技能的帮包 他有壳 一壳如果说能挡上一刀 帮帮这边没有带挽留 没有带挽留 有点难搞啊 一壳顶开 然后这边一个翻板加速 大龙带的天赋是单弹啊 没看错 跟他遥控雷 没有挽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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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得炸一下 炸到了 炸到的话这边50秒才有下一个壳 往前挪 往前挪 能到吗 慢慢绕 地窖已开 帮帮 这里慢慢炸吧 慢慢炸 35秒才有下一个壳 35秒 我 走位确实好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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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